月歌说电影专注好电影 大家好,我是月歌 节奴松祖之间,咸云丰护 图一清零之下,花瓣沾衣 芳草迎接,茶烟几缕 春光满眼,黄鸟一生 此时,可以诗,可以画 二十岁那年的春天 典子决定去学习茶道 和他一起去的是表妹美智子 周六这天,他们来到了茶道老师 武田阿姨家 两人有些紧张地打量着屋内的橙色 武田老师走了出来 他穿着一身柔和的米色和服 走过玄关,他们来到了榻榻米房间 这里就是他们学习茶道的地方 透过走廊隔禁的落地窗 可以看见屋外庭园的景致 春光明媚,满眼心绿 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 每只只被避开内的横幅扁额吸引了 上面写的是,日日是好日 另一幅字画上写的是,熏风自难来 两个年轻人在这心绿的季节 如风一般飘然来到 正符合这里的意境 茶道的第一刻叫折薄纱 老师分别教给他们一块四脚棉布 接着他开始演示 先把薄纱对折成三脚形 一脚塞进和服 然后再抽出叠成倒三脚形 拉着两脚一扯 薄纱就会发出啪的一声吹响 老师解释说,这叫沉打 目的是将尘土弹开 随后他用指尖将薄纱折地成四方形 老师熟练而认真地教着 两人有模有样地学着 接着他指着一个淡形的黑色圆筒说 这就是装茶的枣 只见他单手握着红色薄纱 另一只手拿着枣说 就像写评价名的特那样擦拭 虽然他们搞不懂为什么 但还是认真地模仿着 做好准备工作后 老师笑眯眯地说 今天是第一次上课 就由我汽茶给你们品尝 汽茶的奸细 老师示意他们吃一些茶点 打开盖子 里面是仓谱馒头 馒头的样子很可爱 雪白的薄皮上 画着素雅的紫色小花 两人吃着茶点 老师继续泡茶 他的动作看似缓慢 但却带着一种爽力 如舞蹈般令人赏心悦目 绿色的粉末沉入碗中 注入开水缓缓搅动 刷刷刷刷的声音开始响起 急促而清爽 饮茶之时老师叮嘱道 碗里的抹茶要全部喝完 最后发出声响 这代表你把茶喝完了 两人一饮而尽 发出酥的声响 起初的尴尬一扫而空 他们反而有了一种快然 第二次上课时 老师开始教他们 汽茶的基本动作 他指着搅拌用的煮刷锁 这叫茶险 要先过热水 然后将茶险由外而内放入碗中 用手腕绕个圈 轻轻放下 同时左手扶着碗 边转边拿起来观察 每次只问 为什么手腕要绕圈 老师回答 不必问为什么 总之照着做就对了 接下来是茶筋的使用方法 用折好的茶筋 擦拭好茶碗后 老师强调 要用茶筋在碗底写玉字 点子问 为什么要写玉字呢 老师答道 别问为什么 一直问为什么 我也很伤脑筋 总之 不明白意义也没关系 先照着做吧 或许你们会觉得奇怪 但茶道就是如此 第三周 老师正式开始教他们汽茶 他解释说 茶道中称汽茶 为一点钱 其中最基本的 就是汽泊茶 这里是水屋 也就是茶室里的厨房 老师指示道 用左手将指门打开七层 然后行礼 点子行完礼后 老师继续说 进来时 谁只要捧在胸前的高度 拿东西时 要举重若轻 举轻若重 进门时 左脚先进 千万别踩到门槛 和榻榻米的缝边上 一块榻榻米 要分六步走 在老师的指示下 点子几乎都不会走路了 它就像是一个 刚学走路的孩童 又像是一个 捏手捏脚的小偷 接下来又是 一系列的指示 咬水时 一定要咬茶府 最底下的水 在茶道里 这叫做中水底汤 不要发出声响 也不要搅出泡沫 要留下一块 月牙形状的水面 这样吹毛求吃的细节 让点子有些焦躁不安 这种练习 是刻板的 束手束脚的 没有任何目的的 休息时 两人的腿已经麻了 刺痛从脚底传来 老师察觉到了他们的疑惑 随即解释道 茶道要先从形式学起 先把形式做出来 再将心意放在其中 美之子更疑惑了 图具形式 岂不是形式主义吗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 老师回答 你凡事都用头脑去思考 才会这么想 两个月后 正直言下 茶室外想起了残名 两人开始练习 欲点钱 但点子已经忘记 弃啥的步骤了 他像个提前木偶一样 机械地按照老师的指示 做动作 老师说一步 他做一步 下一步要做什么 他完全想不起来 每次他做错 老师都会当面纠正 这让他有些 战战兢兢 手足无措 为了记住步骤 一旁的美之子 开始实际硬背 老师赶紧打断了他 不能用头脑去思考 习惯成自然 练习是次数的积累 练到最后 手就会自己动起来 八月是茶室休息的时间 美之子去了国外旅行 一个月后 他还是没有回来 点子独自去了老师家 他一边听着老师的指示 一边默默地做着动作 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他的手开始 不自觉地做动作 脑子里根本还没有想到 下一步 手就下意识地动了 从水纸到茶府 水勺在虚构的轨道上 划出漂亮的曲线 茶府的盖子一盖上 他的视线就自动移到水纸上了 自然而然地 手就迅速伸向了盖子 老师看到他这一连串的动作 点头微笑 点子惊讶地说 我的手自然伸向水纸了 老师说 没错 你的手记得了 别用头脑去思考 相信你的手吧 就这样 点子自然而然地 学会了玉点钱 两个月后 立东时节 点子已经学习查到 六个月了 这天刚踏入茶室 他发现里面的布置发生了变化 茶室的塔塔米地板上 出现了一个棋盘大小的四角形凹雪 里面放着一只戴尔的茶府 此时正冒着热气 点子按照之前的动作开始弃茶 但茶室的环境和道具都变了 点子有些手足无措 老师又开始了指示 但他的指示却和之前不一样了 点子有些疑惑 老师解释说 之前是夏天的茶 现在是冬天的茶 没关系 把夏天的方法忘了吧 点子开始了新的学习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冬天气茶同样复杂 为了避免出错 他只能专注于眼前的每一个动作 渐渐地 他遭到了一种心灵的秩序 完完全全地把心安在了当下 不久后 他们迎来了出府聚会 老师的学生们都来了 出府就是新年第一次的气茶 也是新年第一堂课 所有的学生齐聚一堂 与老师互道新年快乐 而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观赏老师的预点钱 老师谦虚地说 今天是出府 我会给大家气第一壶茶 请仔细观察 毕竟我也会犯错 接着拉门被拉开 老师向大家行礼 动作自然而优雅 在大家专注的眼神中 老师开始气茶 他的每个步骤都没有添加特殊动作 也没有引人注意的花招 更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 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 就像花开 就像风来 举手头逐间 圆润细腻 仿佛三拳 浸透心脾 使人心情舒畅 思绪清浪 带到众人散去之后 老师展示了一个精美的茶碗 今年是狗年 所以要用这个 点子问 这个茶碗12年才能用上一次 老师说 是啊 一辈子只能用三四次呢 看着茶碗上奇奇怪怪的小口 两人同时发出了惊讶的嘘声 三月 正是一年一度的茶会 点子和美之子身着和服 加入了茶会的队伍 上午九点 身穿和服的女士们 踏着小睡部 鱼灌而入 进入茶室 映如眼帘的就是那福治 日日是好日 一番推迟后 大家终于落了座 茶会除了喝茶 还会欣赏茶具 老师对两人说 你们要仔细欣赏 感受捧在手中的滋味 点子轻轻触摸后 赞叹不已 这个茶碗像松鼠一样 又轻又软 随后 他们来到了那福治前 美之子问 这是什么意思呢 点子思考了一会儿说 应该是每天都是好日子吧 此后的两年里 两人在茶室里见到了很多福治 每一福都与当下的时节相配 每一福也都有可口的茶点相配 有时是梅花勋策三千界 有时是夜夜起新风 有时又是清风万里秋 每一福都制成一种境界 虽然已经学习茶道两年了 但点子感觉自己还是在云雾之中 直到某一天窗外下起了梅雨 一念心动 他忽然听出了梅雨和秋雨的不同 秋天的树叶都枯萎了 雨水落在上面绵软无力 而六月的雨却是在嫩夜上弹跳 雨声蓬勃而有朝气 历秋时节 点子盯着一幅字 长长的字画上只有一个字 龙 这幅字的笔墨气势十足 下方竟是留白 最后一笔一气合成 运进有余处 墨之飞溅 一瞬间 点子似乎看到了一条奔腾而下的瀑布 他似乎感觉飞溅的水花 扑上了他的脸颊 甚至有一种凉意袭来 点子顿悟了 原来欣赏书法不需要思考置意 可以像欣赏画作那般细细品味 接着老师随口说道 今天很热 我在墩居里多装了一点水 点子用心倾听 水声仿佛渗进了他的身心 这一刻他终于知晓 当他专注气茶时 那涓涓流水声是从何而来了 渐渐的 点子注意到了更加细微的声响 那是热水和冷水的声音 热水是咕噜咕噜的 很低沉 冷水是稀里稀里的 很清脆 又是一个夏日到来 缠身过照 点子忽然想起了儿时 体弱多病的寂寞心情 旧日的感情忽然复苏 随后又悄然散去 点子能够清晰的察觉到 自己的心境已经起了变化 大学毕业三年之后 每次自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点子成了自由作家 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对前途焦虑 转眼间点子已经三十岁了 他还在坚持学习茶道 茶室里来了新人 一个十五岁的高中生 他很有天赋 很快就掌握了腰领 点子感觉有些自卑 他已经入门十年了 却还是蹦手蹦脚 他似乎陷入了一种迷茫 而就在此时 男朋友却在结婚前出轨了 大哭一场后 点子选择了分手 此后的三个月 点子一职在家休息 再去茶室时 已经到了大寒时节 院子里的金绿局已经开了 他总是在最冷的时候绽放 老师指着墙上的一幅志说 不怕吃苦的人方能得到智慧 这读作不苦者有志 明天就是绿春了 今天的茶点叫做夏蒙 象征着冬天枯萎的地表 长出嫩草的景象 历春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 但熬过去后春天就到了 一年之后爱情悄悄照访 点子的春天来了 33岁的点子搬出了家 开始了独居生活 虽然离家很近 但点子每次都是 匆匆回家又匆匆离去 不久后爸爸打来电话 他想去看看点子 可点子却拒绝了他 他今天有事不方便 晚上他给妈妈打了电话 约好周六回家吃晚饭 但爸爸却没有等到他 这天点子接到电话 爸爸冰倒了 来到医院后 哥哥告诉他 爸爸在冰倒之前还在念叨 点子明天要来 煮过竹笋吹饭 大家一起吃吧 点子听完后 心里满是愧疚 他用头磕着墙 喃喃的质问 上次大家一起吃饭 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问完这句话后 他就放声痛哭 爸爸就这样去世了 他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不久之后 点子穿着一身黑衣 来到了老师家 樱花在空中翩翩起舞 老师说 对你而言 美丽的樱花 反倒变成悲伤的回忆了 点子说 是啊 爸爸就像樱花一样 骤然逝去 老师念叨着 骤然逝去 骤然 他轻拍点子的膝盖安慰道 你千万不要责怪自己呀 点子听着 渐渐地哭出了声 不过他也骤然明白了 人生中的事 总是突然发生 不论过去或现在 都来不及做心理准备 只能随着时间 习惯这份悲伤 就像这雨 说来就来了 吃完如紫阳花一般 漂亮的茶点 点子开始用心听雨 爸爸的身影出现了 他就站在海边 点子用力地喊着 爸爸谢谢你 雨水落下来了 点子的眼泪也落下来了 他在雨中呐喊着 将心中的那份爱和愧疚都喊了出来 听着雨声 他感觉这个世界就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他的身心完全自由地享受着大雨的冲刷 这一瞬间 点子的心里开始溢出一种感动 下雨的日子听雨声 下雪的日子看落雪 运用全身感官品味当下的瞬间 夏天感受严酷的暑气 冬天感受刺骨的寒风 他也终于明白了 什么叫日日是好日 每一个完全满足于当下的日子 都是好日子 就像下雨天如果也能乐在其中 那任何日子都能变成好日子 点子走上茶道之路已经24年了 世界发生的巨变 但他每周六都会去弃茶 又到了初府时节 老师已经90多岁了 他感慨道 虽然每年都重复做着同样的事 但我最近开始觉得 能像这样一直做同样的事 真幸福啊 是不是 点子回忆起了 他和每只子刚来时的场景 他觉得 诗上所有的事物 都可以归纳为 能立即理解和不能立即理解 能立即理解的事物 经历一次就够了 然而无法立即理解的事物 往往要花很长的时间 才能渐渐理解 比如茶道 老师说 点子你可以教学了 点子露出了微笑 他终于得到了老师的认可 也许今天才是他 茶道之路上的起点 《日日是好日》 是大声历史之道 2018年上映的作品 这部作品是日本国宝纪演员 树木西林最后的一作 影片以24节气为时间线 在点子学习 茶道的过程中 他先后经历了毕业 工作 恋爱 失恋 结婚 失去至亲 等不同的人生阶段 学习茶道的过程 就是参悟人生的过程 人生中的事 就是很突然 人生就是不断的习惯 人生就是品味 当下的瞬间 《日日是好日》 出自于佛经 必言录 一直通过修行 改变心境 无论是生命的顺流 还是逆流 都能以平常心相待 一如茶人在面对 不同的茶汤 或茶客时 都应秉承此生为一 或是终生一次的态度 心存感念而欢喜 电影里 树木西林说 虽然每年都在重复 做着同样的事 但我开始觉得 能像这样一直做 同样的事 真幸福啊 因为是同样的事 所以可以日益精进 也因为是同样的事 所以可以锤炼出 不同的心境 虽然每次都是 相同的程序 但不同心境下 泡出来的茶 味道也会不尽相同 茶道如此 人生意识如此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记得关注 点赞 加收藏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期见 下面 我们下期见 按赞 穆